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莫菲率领众议院跨党派的七名议员 一行人在昨天晚上九点十六分抵达台湾 从韩国人参机场出发到台湾 外交部表示今年美国已经有七个国会团来访了 面对中国持续升高的紧张情势 充分表现出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 众议员莫菲一行人由我国外交部次长田中光 接机一起对着镜头比赞合影 根据了解莫菲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情报小组副主席相当关注台海安全 曾经要求美国针对台湾遭入侵的 可能场景办理跨政府部门的国家级兵器推演 而这次他访台将觐见总统蔡英文 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验 双方预计就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跟经贸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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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可